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非常的荣誉 而且它每一種的味道都不一樣 所以說要吃拉麵就要來這裡 我曾經跑了很多次都要排隊 然後我就乾脆有一天平日請假 專程來吃 一吃之後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大家都想排隊了 每到用餐時間 店門口及店內總是有滿滿的人群 等待並期待這家拉麵店 所帶來的美味餐點 而這樣的好手藝 來自凡市都非常用心 且總是帶著感恩之心的商老闆 我們的經營理念 從剛開始創業開這家店 其實就是融入日本茶道的 一起一會 跟日本的武士一生懸命 然後來經營這家店 其實就是把客人當成 他就會來用餐一次 你也要把最好的去呈現給他 讓他吃了 他覺得吃到這東西其實會有點感動 那吃了是開心的 曾經到日本去學習拉麵 並帶著希望 能將更好的口味帶回台灣的心情 去創立這家拉麵店 無論是濃郁香醇的豚骨湯頭 或是Q彈爽口的麵條 甚至是配料配菜 都是張老闆對於品牌經營的用心 我們使用的是頂級的粉心粉 粉心粉在麵粉當中 是算它的小麥成分比較高 也比較多的 那它的筋性也比較強 那延展性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用這粉心粉在製麵的時候 麵體的吸水性來說的話 都比較適合放在我們湯裡面 熬煮湯頭其實就跟我們店名一樣 一心 我們只能用一個日本職人的精神 堅持對拉麵湯頭的用心 跟一心不亂的原則 那我們去熬煮這湯頭 來給我們用餐的客人 去喝到一個真正現場熬煮的湯頭的精華 所以說湯頭的部分 其實是拉麵裡面最重要的 你只要湯不好 麵再好 或者是你的配菜再好 這一碗拉麵也稱不上是好的拉麵 每天現煮豚骨湯頭10小時以上 並限量100碗 味的就是不好每一碗拉麵的品質 讓顧客享用到最好的拉麵 我們熬煮湯頭來說的話 今天熬明天用是最好的品質 當再放一天之後 它的濃度其實 香醇度其實都會降低 所以我們跟外面的區別 其實讓客人可以看得見 其實它實的也安心 那你喝的每一口湯都是真材實料的 除了拉麵外 這裡也有冷物與炸物的選擇 且每一份都有來自張老闆 為品質把關的用心 提供最新鮮最可口的餐點 讓韜客們大飽口服 我們吃了一年多的 常常來吃湯頭都沒有變 都是維持得那麼好 他們的湯頭是很順口的 而且非常的濃存好喝 不會讓你覺得很膩 我們每次來除了拉麵以外 一定都會點炸物 湯上雞的話它是鮮嫩多汁 那豬排的話就是比較厚 而且口感會酥脆 吃了感覺這個真的是不錯 鹹蛋味都可以調 它的湯底主要是非常濃 吃了很大味 張老闆的用心 不只在每一道拉麵與點心上 這裡的門市裝潢也許不是最豪華 卻有著濃濃的日式風格 以及類之種物的愜意與溫心 半開放式的廚房 也讓顧客看得見製作料理的狀況 實得更愛心 客人來這裡也用餐 我就希望他帶著一個期待的心情來用餐 那能夠滿足的走出我們的店門口 那回去之後能夠回味 這就是我們希望提供給客人的 我們希望請客人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想要看的 又來看的 我們想要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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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